平川苏令静天天聊磨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飞酒流的对抗 由人组对抗人组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FQQ 上来又是双农民敲祭坛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红色的人组 RID叫RIPIE1 新名欧洲的选手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FQQ这边 好大法师又换成了血法师 看来FQQ还经历过了一场内心的挣扎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对手这边正规敲 敲的有点慢 我们看一下 好这边的大法师 还是比较的常规开局 好这里聊一个题外话 最近的话平川做了不少FQQ的一些对抗 那有一些观众是特别的喜欢 是吧 至少说你一直要做他的比赛 我肯定给你三连 当然也有一些大部分的观众是无所谓 我反正听你的解说是一来催眠的 你做谁的比赛我一样能睡 当然还有第三种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讨厌FQQ 他们的理由也是比较的还可以 就是你仔细听还可以 就是说这种打法对于一些对手来说不太友好 如果说你天天去学这种打法 可能确实对于魔兽这个生态不是特别的好 不过平川觉得 就是相当于当年郭德纲的相声一样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 郭德纲的相声有点反三俗 怎么之类的 但是看比赛 观众看比赛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并不是为了什么要重振魔兽 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大家的心态放平和一点 喜欢看就点进去 不喜欢看也不要去喷 就是不要看着看另外一个就信 大家凭床看了一下 这边看比赛的观众 基本上都是30到40岁之间 占70% 大家都是成熟的人 所以说不要脾气那么的重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这边 FQQ上来的话 练了一下自己的分框 这一波的话民兵练的是这么的残血 四个农兵一撕血 好练完之后直接过来抓对方练级 红色的人练的也是一个大点 上来的话抽一下大法师 那双方前期的话 是大法师感觉更加猛一点 毕竟的话有水元素 还有步兵 好那个血法师的话 马上抽大法师 他法师水元素放不出来 也是有点无奈 好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这里的一个选择 这边红色人组练继续练 那大法师呢开始逃命 反正是不想惹上这个血法师 血法师抽篮 抽的他有点烦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的话 第一个装备啊 打了一个棒棒糖 看一下血法师这边的话 第一个装备 打了一个回奥戒 这个装备倒是不错 血量一掉恢复的比较的快 这边大法师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加速手套到手 那稍微攻击频率可以增加一点 另外一边的话 FKQ又是双线敲民兵 又要开始练 练完这一步 应该是离三级非常近了 哎血法师想过来 哎呦 发现别人已经练完了 好看一下这边 红色的人组的话 民兵敲出来直接练分框 看这个打算好像是开分框 血法师这边的话 这边能装进去吗 家里有一个圣塔 防甩还可以 那血法师来分框一看 发现哎 对方在这里练分框 要不要放把火 放把火 有没有放 哦 还是放了一下 可以了 这个5G关能抢到吗 哎 抢到了 可以的 这一波抢到了 而且装备还抢到了 升到了三级 血法师到三 那基本上毕业 可以慢慢的去骚扰了 另外一边 这里的话又开始敲农民 开始练 哇 农民一练 这边打了一个智力斗篷 还可以 血法师现在 装备有点多 直接把这个血牌给卖掉 哎 智力加三 没有去拿吗 我先拿一个戒子 戒子也可以卖掉吧 对于血法师目前来说 最主要的还是加智力 卖掉 那看看这里的话 继续去拿一个智力加三 收装备收的都有点忙是吧 就像人家收租一样 哎 开开心心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一步练完的话 要开始去骚扰了 他的对手分框已经开好 已经放了两个圣塔 就是防你这个血法师 这第三个美卷还是还是圣塔 血法师目前基本上魔法制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人族这边好像封口了啊 买个飞艇 这里的话去采购一个飞艇呗 但现在这个十点点飞艇有没有出来还是个问题 这边直接把火扔过去放过去之后抽一下大法师 幸好大法师第一个水元素还是招了出来 那现在魔法制差不多啊 诱了一把火 反正是不让你不让你去采矿 乌游这个圣塔有点坚持不住了 两把火一扔 圣塔的话一生血农民赶紧敲起来 这边血法师赶紧回家 回家的话哎 好到分框过来了 哇好吧我欧逼都跟不到了 好到分框 然后吓了一下人家 是这边分框的圣塔还更多 而血法师泡泡温泉 吃了一个净化药水状态慢慢恢复一下 这边直接把怪给打醒 我不泡也不让你泡 好平安一下 先把对方的步逼慢慢解决 另外一边的话FQQ又是农民敲出来 哇分框直接给你整了五个塔 五个塔一整啊分框一开 非常稳妥 那接下来血法师看看要不要去买一个飞艇啊飞艇 然后飞到里面去各种放 这一波的话红色人族独可 可能会把自己给堵得很伤 好现在的话双方都是开分框啊 双分框在手那接下来就看后期大家怎么打 比赛进行到啊将近七分钟 目前的话FQQ还是没有出兵一个英雄啊在这里绕 但是丝毫不影响的开矿链级 果然爱民如此FQQ啊对于这个民兵的用法真的是出神如画 好现在白天到啊飞艇出来了 白天一到飞艇一出来又开始秀啊 FQQ标准的打法就是买飞艇的同时啊一定会买伐木机 伐木机的话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增加一下输出 好这一波飞艇空投 好上来放一把火那接下来人组有点难受啊 哎呦看他飞艇想秀一下不过还是被射到一次 好我们看一下继续放火农民的话赶紧变民兵赶紧往外逃 有家不能回这难受啊 看一下大法师在外面练集练的差不多练到四级多 但是家里也进不去 学法师说谢谢谢谢法哥送来的一些篮 那这边步兵可以进去啊步兵体积比较小可以进去 看这里有飞艇至少耽误你一分钟不能踩资源 非常的伤 好看病这边继续修一下飞艇FQQ的飞艇修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这三个步兵好像打不过 学法师我们看一下身上的篮 恢复的差不多等下再扔一把火 哎防目机器人好像掉的穴也有点多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分块已经开始在升工房了 二本升好FQQ的话二本也升好直接跳三本 哇你这已经放了两个施救龙 后期出施救 我们看一下如果红色人组能侦查到的话可以出一些飞机 那现在继续拆哎呦这一波的话 红色人组主块已经好久没有踩资源了 很伤那幸好的话 对方的削法师没什么难 所以说封口也要注意一把双刃剑很容易把自己给封死 好这一波的话 终于把自己的阵地夺回来赶紧放两个塔赶紧把防御给做起来 哎这还杀个回马枪这有点坏啊 过来又放一把火 哇人家好不容易是吧 赶紧恢复生产 突然直接又一把火两个塔又被A掉了 现在继续开始绣飞艇 这一波飞艇修的有点秀 看一下大法师跑了半天还得回来再去救一下 飞艇这一波是真的撤了吧 这不要又杀个封回马枪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还是把自己的伐木机器放回家 续法师表示哥哥还有事 还得去前面哥去玩一下 哎这里的话还有一本智力敏捷之书啊 吃掉是吧 好不吃那你找机会去修 哎这尴尬了 本来说让他独自回家好买个飞艇 哎呦没有买到 这个伐木机器的难受啊 本来想到他安安心心回家 结果在中间被大法师给堵了 那续法师单传单传到自己的主框啊 喝个进化药水 法律药水 全部安排 再买一个法律药水啊 身上来很多了 又可以开始去骚扰 那大法师暂时呢 他没办法继续练集 四季半 争取练到五级后续洗个点 洗个三级暴风雪 输出也是非常的不错 血法师正在等级还落后 是吧 这你你说哪里说了 对面玩一个英雄等级比你低 这还把你打得很难受 这 而且还是内战 是吧 好 红色人族啊 发了一个山丘 那山丘等级一上去啊 可以限制一下血法 这一波家里的话 哇 博德塔数量有点多 但是你补剑塔这个作用 好像不是理想 那现在又开始空投过来了 上来一把火一放 呜呦 遮 农民烧成一丝二血 平安一下 先把这些塔给点掉 另外一边 这个大法师继续练 买了一本重修之书 已经准备好要洗暴风雪了 这边血法继续烧 反正啊 这个剑塔对来说无关紧要 只要不是剩塔就行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好大法师已经洗点了啊 但是稍微的有点 有点猴急 没有到五级也洗了一个点 没有到五级的话效果没那么好啊 AVK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三失救轮爆失救 已经将近十二分钟失救出来 失救出来之后 先把你对空单位给解决掉 另外一边血法师继续在这里疯狂的放火 把这个放火烧山啊 把牢底坐穿 这边大法师可以的 暴风雪二级暴风雪 输出也是非常的爆炸 四个塔的话马上要A掉 这要是三级暴风雪 岂不是更上一层楼 三级之王赶紧找个温泉泡一泡 反正大哥在干活自己也不用干 好大法师升到了五级 这边血法师一直在你家里 谁叫你封口 这封都好吧 把自己个封没了 好失救发现分框守不了 拿去进攻一下对方的主框 先把这边的塔全部A掉 接下来 这一次三个失救一次三个失救 这红色人族还真有点撑不住 我们看一下红色人族三北马上升好 分框这边也开始安排失救轮 但你出龙音啊出龙音这个龙错性有点差 你数量要是没有对方那么多很容易就送经验是吧 对付这种失救龙音啊最好也还是出这个飞机 飞机比较的保安全 这边直接放一把火 两个龙音往一下 但是这边有六个失救啊 两个龙音明显不太够 那首先啊是先把圣塔给点掉 圣塔一点完 血法师哎 要不要抽个篮 把这边大法师放个暴风雪下一下 这边继续放 噢呦 这血法师杀农民杀到五级 真的就是从三级开始杀农民啊 一直杀杀到五级 好这一波 哎 龙音数量可以了 刚才的话失救阵亡了三个 现在两龙音打你一个失救 难道FKK这一局要翻车 身球阵亡现在难不太够 血法师选择一个单船 然后就把这个失救给卖掉了 单船回家的话 我们看一下现在也开始转龙音 哎 分框这边没插完啊 大法师大法师马上回来救 导致对方分框没有插完 那接下来又是个隐患是吧 分框没插完啊 资源还能够恢复起来 这一边双方就开始拼龙音了 谁龙音造的多谁就猛 血法师看看赶紧啊 说状态恢复一下 找机会去泡个温泉 好两个失救泡温泉泡的基本上差不多 这边的话三失救龙帮龙音了 这边是三个失救龙啊 这边呢是两个失救龙 所以说速度还是差一点 五级大法师刚一想起 哎 刚才好像有点事没办完是吧 继续去 快马加鞭跑过去 三级暴风雪拆分框拆的还是有点快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三个三龙音两失救 数量不是特别多 暴风雪安排上 农民的话先避其锋芒撤一撤 这边的龙音哎 这边龙音已经有五个 好上来被网住一个哎 这一波的话FQQ证明要打吗 血法师有TP关键时候可以TP撤退 两个失救被网 两个失救被网 这边龙音也被网有点亏好赶紧交一个TP 拖下去的话会非常的亏 这一波失救这个龙音数量没有拼过是吧 先告退一波 那家里的话继续疯狂的补 反正三十九龙爆 但是自己分过啊好像要炸有点危险 对方主框炸 好吧双方还是单框打单框 是吧 半斤八两 看看这一波已经垂师出了五个龙音 五个龙音两个失救 龙音这边攻防是一攻零防 我们看一下红色人族这边 也是一攻零防 上来的话大法师暴风雪下这个基地下的有点慢 下了半天才把这个基地给解决掉 我们看一下红色人族是五个龙音六个龙音 六个龙音这边等话是四个还是差一点 好后面又来了三个可以了要反超了 五个加三个八个八个比你那个多 现在八个看谁先网 网网网网网网网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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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网的一片混乱 那接下来就看时间 时间可以证明一下 时间可以证明谁网的好 这边两个失就没有网 可以疯狂的输出 血法师的话 哇升到六级 可以在六级一出 火凤凰招出来 对方一个龙音都没了 全部被杀完 好对方打出了季节 我们恭喜FQQ 打得普世武昂再次取得胜利 好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